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今晚的《凝聚香港》 有我Erika和Maggie 和大家一起去了解成中的大小事 Erika 今天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都是一个大日子 事关今日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 今年有超过一万九千个学童 參加同一派位 其中16,083人 即是83.7%的人 獲派頭三個字元 計算自行分配學位 及同一派位的階段 整體滿意率高達92.2% 比起去年91.2% 上升了一個百分點 派位結果會在今日和明天 透過郵遞及電話短訊通知家長 家長亦可透過 自方便電子平台查閱結果 相信不少家長看了結果 都放下心頭大石 各位家長開心還開心 不要忘記在6月11至13日 即是下星期二到星期四的辦公時間入面 就要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 否則就會被視為放棄學位 有人歡喜有人仇 今早很早都有不少家長 因為小朋友派不到第一志願 而要到心儀學校排隊購門 有小學校長就說 新學年會轉為小班教學 購門位減少 競爭也挺激烈的 家長禁著小朋友的升學問題 大部分都是為了子女 將來可以升讀好的大學 而最新世界大學排名 香港幾間大學的排名 對比上年都有所提升 世界大學排名涵蓋全球超過1500間院校 今年首位繼續是連續13年排榜首的麻省理工學院 而香港大學排名17 比上年排第26位升了9個名次 是歷來最高的排名 至於香港中文大學 今年上升了11位 排36位 香港科技大學也由60位升到47位 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分別排57和62位 本地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的名次越來越高 本港春季平均氣溫也有紀錄以來同期第二高 天文台說今年3月4月的氣溫遠比正常高 導致整個春季的平均氣溫高達24.5度 我們度過了一個遠比正常溫暖的春天 全球氣候暖化問題好像越來越嚴重 還有機會帶來極端天氣 國家氣候中心剛剛公佈 在五月南方出現五次暴雨 全國出現四次強對流天氣 而颱風生成的數目亦比往年同期多 為了減低極端天氣 對社區的破壞和影響 本港政府各部門都加緊準備工作 例如擴大排雄方案等等 詳情是怎樣?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上年我們遇上五百年一月的世紀黑雨 還有上個月長大雨 令將軍澳有個停車場浸了百多輛車 而剛剛過去的星期五 還出現香港今年第一個三號風球 這些全部都是極端天氣的警號 踏入風櫃不想浸車浸屋 我們可以怎麼預備呢? 想問一下這兩年 反常天氣對你有沒有影響? 其實都有的 因為上班 我覺得是做地盤 其實很多時候一下雨就沒得回 因為又暖又暖 很容易感冒 基本上日常的生活都沒什麼影響 但是如果天氣 就是早點掛黃雨紅雨 對市民比較方便 有時候不用上學 經常在家裡有些水震 那你們怎樣處理? 家人 把水掃到坑窺 那裡 師伯哥窗台那些 預備一些毛巾 用毛巾摺著窗台 會水浸的 因為一大雨 地盤沒什麼位置可以去到水 它們會有些水泵 但是不夠勁的 所以香港政府應該做些渠捕工作 這樣就疏到水 不要那麼多汽水 全球暖化影響 極端天氣越來越頻密 為了應對極端天氣 政府之前的記者發佈會 就說會有不同策略 好像各部門超前準備 添民台加強預警 港鐵公司改善緊急應變安排等等 希望減低極端天氣 對社區的破壞和影響 教授 什麼情況 界定為極端天氣 一個極端天氣 意思是很少機會發生 舉個例是下大雨 天文台70毫米叫黑雨 譬如在100次下大雨 有多少次超過70毫米 通常會少過五次 甚至再少 那些就界定為一個極端天氣 為什麼近年香港 經常出現極端天氣 最主要是因為全球變暖這個現象 令到整個地球不同的地方的天氣 都會發生一個特別的變化 譬如下大雨 我們記得去年 知過破184年到現在 每一個小時下最高的雨量 其實我們試過跌到三度 甚至大霧山會結冰 所以其實這個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 是越來越高的 天文台早前增加了大暴雨 和特大暴雨指標 你認為足不足夠應付得到呢 現在我們其實已經有三個了 有黃色、紅色、黑色 大暴雨就是100 另外再高一級就是140 所以有這兩個更加高的指標的時候 就會令到市民覺得 水浸的機會是大過以前很多的 他們防範的意識就會高了 其實這是一件好事 天文台預料 香港已經踏入風櫃 在減少地區水浸方面 驅務處說會做好準備 包括加強巡查220個容易水浸的地方 增加緊急應變隊 由144對至160對 做好大型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等 以加強防洪和排洪能力 黃博士 世紀暴雨造成多區嚴重水浸 水浸的成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雨水 一般就是水向高至低流 經過不同的排洪設施去到出海 但是我們地面 就是一些收集雨水的 我們簡稱為咖喱缸 就是雨水的梳欄口 如果這些梳欄口被人封了 或者塞住了 水就進不到這些設計了的管道 因而就會在馬路面積墜 甚至我們所謂的水浸 現時香港的排洪設施 有沒有足夠能力去應付極端天氣的降雨 簡單來說 一般的黃雨、紅雨 我們都是處理到有餘的 如果是黑雨的話 它只要不是集中在某一點 我們都處理得到 我們去年9月試過一個很特大的暴雨 都是黑雨 其中一個原因 譬如我們看到黃大仙 就是一條1米2直徑的管道 因為山泥傾瀉 那些泥直接塞住了渠口 水便上了路面 進入了黃大仙站和商場 那你有甚麼建議給當局 去減低水浸的風險 其實香港因為山多 我們排水系統首先要經過土木工程拓展署 將山體的水收集好 然後落到渠務署的排水系統 香港已經有很多條比較大的管道 其中有三條排洪隧道 分別由4米9至7米大 7米直徑 其實是將我們中上環山頂的水 在上游截流 然後經過一個10公里的排洪隧道 排出了數碼港 就不經過我們的中上環市區 這就是上游截流 中游是儲水崗 然後下游最重要是疏通 如果不讓它垃圾積墜 其實已經解決問題 當斜坡的泥少了渠 渠就會少一些淤塞 然後出大海就會上順很多 這是其一 其二 在設計上 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彈一聲 用一個比喻到五百年一遇 因為這樣成本是幾何級數上去 第二 你用到的機會率很低 香港百分之九十多的渠 其實都是很英俊 渠務署現在兩至三年會做一次普通的檢驗 可能在高危地區再密些 譬如一年就一次了 就做到這個管理就更加理想 之前天文台就說 今年熱帶氣旋的數量 預計會有五至八個 而且風季有機會會延長 十二月都有機會打風的 惡劣天氣有時真的很難預測 所以大家唯有做多點準備 以及記得留意天文台的消息 本港市一月初 踏入冬季流感季節之後 流感活躍程度一直處於高水平 當中出現了至少22宗兒童嚴重個案 有三人死亡 到底甲營和月營流感有甚麼分別 會不會對兒童的影響特別大 今晚我們請來醫科專科醫生 許漢林醫生跟我們講解多些 歡迎 許醫生你好 想問一下近期 甲營流感和月營流感 在本港社區傳播的情況是怎樣 最近都是頗厲害的 每一年都有大概一成至一成半的人 市民可以感染到流感 大概八成 即當中的個案八成就甲營 兩成就月營 都幾多下 死亡個案 小孩都有 大人都有 大人大概200宗 小孩比較少 三四宗 今年最近好像比較多 看新聞 小孩感染後 死亡率都好像比較高 其實為甚麼 因為小孩的免疫力比較低 越小就越低 變成小過五歲 或者小過兩三歲 那些影響最大 甲營和月營流感的傳播途徑是怎樣 潛伏期又多久 傳播途徑通常是飛沫 鼻水 口水 空氣都可以傳播 潛伏期大概一至四天 通常是怎樣分辨到甲營和月營流感 有甚麼病徵 又或者大人和小孩受感染的話 那個病徵是否有些不同 甲營和月營的病徵都差不多 通常最常見的病徵 小孩就發高燒 有時有鼻水 咳嗽 有淡 或者喉嚨痛 小孩和大人 小孩的營會比較高些 還有有時會有嘔吐和出院 聽醫生你說的病徵 其實都跟新冠病毒的病徵有些相似 是嗎 其實病徵都差不多 甲營月營流感和新冠 都是這樣的病徵 變成很難分辨 如果要分辨就要做測試 今天醫務衛生局局長 盧寵某在立法會上提到 今年二來二十六宗嚴重的流感個案 其實有二十宗沒有接種疫苗 其實就反映了接種疫苗 對預防流感是很重要的 小朋友接種疫苗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最近這一年接種疫苗的率都高了很多 因為前幾年只有17% 2019年是17% 今年的接種率是增加到53% 即增加了37% 當然越高越好 其實除了接種疫苗之外 還有甚麼其他預防的方法 萬一真的感染了 有甚麼治療方法 另外預防就是如果感染了流感 最好不要去上學或者上班 在家裡休息 然後喝多點水 看醫生吃藥 就是這樣 如果嚴重的 有些特別的流感藥可以吃 就會幫助流感 沒有那麼嚴重 嚴重的甲乳型流感 會不會引發一些甚麼病發症 會的 如果嚴重的話 過濾性病毒可以進入氣管 引致氣管炎 再嚴重一點就引致肺炎 間中 個案少一點 他們有時都去到心臟 影響心肌炎 或者上腦 引致腦膜炎 腦炎 都可以的 那些個案就可以很嚴重 有人說月形流感沒有甲乳型流感 那麼嚴重 是否真的 是有些真有些不真 月形流感通常沒有甲乳型流感那麼差 但最近也有些個案都很差 變了沒有絕對 所以也不可以掉以輕心 是 謝謝許醫生今天的講解 所以大家記住 都要保持身體健康 有甚麼不舒服 都記住及早求醫 關心兒童健康 接下來我們又關心老友記的 新心健康 有長者中心邀請了 有一群幼稚園的小朋友 和長者一起用虛擬實境這些科技遊戲 進行比賽 還玩得很開心 我們一起去片 了解多些 Brian 你玩了很久了 你不悶嗎 悶嗎?當然不悶 玩一整天都可以 現在幾點 你是不是忘了 今天約了一群老友記開派對 他們全部人在那裡等你 你過去很多東西玩 對了, 差點忘了 他們玩遊戲 分分鐘比我更厲害 讓我現在去找他們 我約了這群老友記 真的是老友記 他們是一間長者中心的老人家 除了他們之外 今天還有一群幼稚園的小朋友 一起來開派對玩遊戲 這間中心一直都會利用很多數碼科技 去服務老人家 而且也會經常邀請不同年紀的小朋友 一起學東西一起玩 實行數碼科技樂共用 今天的活動其實是做甚麼 今天的活動其實我們找了 老德會旗下的幼稚園的小朋友 過來和老人家一起去玩一些 樂靈科技 我們玩的時候也會很開心 玩一些反應燈 和玩一個智能車 因為樂靈科技對老人家來說 都是比較陌生 其次就是小朋友都未必 掌握到怎樣玩 透過這次的活動 促進兩代的交流 讓他們一起玩 一起開心 你們是否經常邀請小朋友 和老友記一起玩 老友記很喜歡小朋友 看見他們 好像見到自己的孫子孫女 那麼開心 其次就是我們區內 都有很多不同的白學團體 中小學、幼稚園 甚至乎大專院後都有 而當中小學 最多的合作空間 他們都會不時來我們中心裏 籌備一些不同的活動 給老人家 可能在大節大節 過往的日子 可能是中秋節 新年、聖誕的時候 他們都會籌備一些唱歌、表演 甚至乎有些學校 是真的知道 老人家都想做一些數碼科技 他就特意去找些學生 學習怎樣去學一些手機程式 然後就過來這裏中心 和老友記教他們怎樣用 一起學習 如果兩代可以一起 就變相可以小朋友 去教老人家 去用一些他們現時現有的科技 而老友記又可以擴大他們的視野 發覺原來現在的小朋友 甚至乎現在的學生 都在學一些新的科技的時候 他們就會更加有信心去學習 其次學完之後 可以真真正正去跟自己的親人說 我懂得這個科技 我懂得怎樣用這個程式 那媽媽和爺爺是否很威水呢 變相就可以加強他們自己 跟親人之間的聯合 看來他們玩得都很開心 不知道他們覺得今天的活動怎樣 當然開心 因為他們放學很忙 肯抽點時間來跟我們的老友記玩 我們是很開心的 我們現在老人 肯放出來的心態 肯出來玩去學 其實甚麼都學到的 不是說年紀大了不行 我們現在跟他們一起玩 打球 甚麼都追得到的 可以的 真的很好 除了玩之外 他們還有甚麼是可以學到的 現在的老人家來講 就是很喜歡學一些手機 因為手機一手就有了 變相他們很想去學一些手機 不同的應用式 包括一些甚麼 老友記很喜歡去旅行的 尤其是拍照 拍攝 這些他們是非常之喜歡的 所以他們每次來到的時候都會問 阿Sir 這個怎樣用 怎樣拍照 怎樣打卡會漂亮些 哪個角度頂得會漂亮些 所以我們都會開一個小班 無限的KOL 就是教他們怎樣去拍照 去拍攝 其次他們可能對生活上的應用都很著緊 譬如一些天文台程式 一些巴士的應用程式 他們都會下來問我們 怎樣可以看到巴士何時到 何時會有大雨 我們都會開一些不同的班 不同的手機班去教他們 除了手機應用程式之外 我們都有一些的樂靈科技 是給一些的老友記 是下來中心做一些的遊戲 和做運動的 因為老人家 可能以往做運動 可能一個人做就比較沉悶一些 但是我們中心就有了不同的體感遊戲 XR的虛擬實境 沉浸式體驗的設備 變相他們可以來到中心的時候 不單止自己一個人一起做 他可以和其他的老友記 旁邊左右 下來中心 一起去玩遊戲 一起去做運動 變相擴大他們的社交圈 其次就是可以認識更多不同的旅遊記 就不用一個人按進門了 各位小朋友 今天玩得開心嗎 開心 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回答我 開心嗎 開心 那我們要跟他們說什麼 別人跟你玩了整天 謝謝大家 對,謝謝大家 你很聰明 數碼科技不一定是冷冰冰 自己一個人玩的玩意 只要適當運用 都可以帶給大家歡樂和溫暖 達到關愛共同的目的 接下來 要找到自己身邊的老友記 和小朋友 一起想想新意思 看看有沒有適合大家玩的遊戲 一起學習,一起玩 政府最近說要大搞深度遊 去吸引旅客 Maggie,你覺得有什麼 是最代表香港和值得深度遊的 其實都很多 你問起我 有沒有火龍 危紅招牌 大牌檔 一中兩件 還有麻雀 其實香港人都很喜歡約親朋好友 打翻兩圈 不過大家應該想不到 現在連麻雀館都和旅行社合作 一起推出了深度遊活動 這麼有噱頭 我知道活動內容包括 向旅客講解麻雀館行業歷史 又教大家麻雀的基本玩法 完成課程 還可以拿到麻雀盟憑作紀念 這個活動還破例給參加者 在麻雀館裏面 和危紅燈牌 特戴麻雀等打卡位影相留念 非常難得 其實這個活動都挺有吸引力 我想不止遊客 連我這些本地人 這麼大的女兒都沒有進過麻雀館 我也是 很想進去一探究竟 香港真是一個新舊並存的城市 除了這些文化保育之外 不少歷史悠久的法定古蹟 都很值得我們去欣賞和保護 沒錯 香港郵政就推出以香港法定古蹟 二為主題的特別郵票 包括一套六張郵票、小傳章、明信片 特別郵戳、首日風和圖子 郵票以細緻的水彩風格 營造出百大利修遠、大包賣信號塔 舊里園門、軍營等法定古蹟 經歷時間洗禮 珍貴的歷史美感 大家可以好好欣賞 香港法定古蹟二正式首日風 今天開始發售 但如果想買整套特別郵票和相關郵票 就要給點耐性 要等到6月20日才可以買到心頭號 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其實我小時候都試過用零用錢 去買郵票儲起來 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 又會用零用錢來買些甚麼 還有甚麼對他們來說才是貴 不如看看他們怎麼說 每天媽媽就會給我10元 一個月大約有150元左右 也夠的 看到甚麼想買截製自己也夠用 一個月就100元左右 我覺得是夠的 只是偶爾如果有些文具是破壞了 如果用不到的話才會去買 我買過最貴的是日本神社球的符 一個要28元 買了兩個做爸爸媽媽的生日禮物 我試過買過最貴應該是明星的專輯 都花了不少錢 不過不會成人買 我買過最貴的一件事 就是一隻公仔給我表姐 那我表姐就快離開香港了 所以我就送了那隻公仔給她 四百元左右 小 Historic Movies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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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